哈喽,大家好,我们是玉珍济士 在前两天一期关于湛江的视频中 我们有提到一句 湛江海水的颜色并不像名字所述般清澈 色调上深重而成郁 然后就有弹幕发表不一样的看法 甚至认为这是在黑湛江 但其实并不是 作为湛江人 我们深情地爱着我们自己的家乡 但是这些弹幕的确也在引向一个问题 那就是湛江海水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这是大家的疑问 当然也是我想追问的 接下来的内容会有一点学历化 我们尽量讲得不要那么无聊 我找到了一份2020年最新版的广东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里面有一张图展现了广东近岸海域的水质状况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从图表中看到 湛江湾海水水质是列四类水质 也就是污染最严重的那一类 根据这个图表 我们还可以看到湛江湾目前是广东沿海 仅次于珠江口海域的第二大重污染海域 主要超标因子为无鸡蛋和活性磷酸盐 我们再来看一份2020年春季湛江市海水质量分析报告 数据来源是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这份报告分析了湛江近岸海域的34个水质监测点 四类和列四类点位主要分布在湛江港和雷州湾 超标因子为无鸡蛋4个和活性磷酸盐5个 简单来说 就是湛江湾和雷州湾的海水的确受到了污染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湛江市区看到的海水浑浊且不干净 在湛江市区的人如果想游泳 作为湛江八井之一的龙海天是选择之一 但我大概十年前去过一次后就没去了 如果有朋友近期去了龙海天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上说一下那边的现状如何 湛江海岸线长达1243.7公里 拥有148.7万亩海洋滩图 是广东全省之罪 目前虽然有部分海域受到了污染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报告中看出 湛江西海岸的海域大部分还是一类水质 海水洁净 一类和二类水质属于优廉评估 根据湛江34个国空点位的水质状况 优良点位比例为76.4% 因此湛江海水总体状况为 的确有海湾受到污染 但是其他海域的水质呈现出优良的状况 OK 说回我们做这期视频的出发点 不是为了证明赎对赎错 这真的一点点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直面湛江的生态现状 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我们的家园好一些再好一些 2012年一篇名为 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估的学术论文 发表在我国唯一的海洋环境科学学术期刊 海洋环境科学上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湛江正在迎来工业大发展的时代 钢铁石化造纸等大项目的落地 使得湛江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这些大型产业基本上都落户湛江湾内 生态与经济如何和谐发展 对每一个地方而言都是重大问题 以下附上一张全国禁案海水水之状况的示意图 你就明白了 这两年关于湛江生态问题的报道一直都有 比如20公里银滩变黑滩 在这条长2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虾塘密布 记者涂布全程查看这一段海滩 吾阳镇央尔村到唐美街道东海村的海岸 沙坛上每隔数十米就有一条污水溝 水溝里面流淌的污水颜色不一 有些黑源蜜汁翻着油污 恶臭难闻 有些就像是水族般泡沫阵阵 有运族发黄的安淡味道浓烈 海洋保护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监督和支持 这的确是一件社会大事 但是每一件大事 最终不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 来完成的嘛 不要觉得事不关己 不要觉得你的努力毫无意义 不 恰恰相反 哪怕从一个塑料袋 一个一拉罐 一身勇敢的制止 以此正义的举报开始 对于湛江的生态而言 都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以湛江的海滨美景 结束本期内容 即使目前有被污染的水域 湛江还是有非常多生态很好的区域 相信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有朝一日 整个湛江都会成为景区 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 你的无辜 滑过空空的房间 时光就变成了烟 爱人 你可感到明天 已经来临 马头上停着我们的船 我会洗干净 头发爬上桂杆 撑起我们葡萄 只能夜半的家 我会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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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